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子 今天早上去买猪肉的时候想买一些排骨 然后没有了 所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一道素排骨 材料很简单 用土豆和藕 作为主要的材料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土豆把皮削了 我们现在开火 把土豆蒸熟 把土豆切成小块 然后放到蒸锅上面去蒸 盖上锅 接下来把这个藕切成条 然后备用 把这个土豆倒成土豆泥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调这个土豆泥了 打一个鸡蛋 放入鸡蛋 加入生粉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开始做素排骨了 把这个土豆泥 然后包到这个藕 调到上面 把它包成一个排骨的形状 放入鸡蛋 好了我们现在把油锅放到火上面 把这个素排骨炸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有点像那个排骨呢 等一下炸出来 变成金黄色的更加像 我们油温到七八成热的时候 就可以放这个素排骨进去了 趁那个素排骨 趁那个素排骨还在炸的时候 我们切一点配菜 这是芹辣椒 现在想把这个素排骨 夹起来 然后等一下油温升高了 然后再炸一次 等着油开了 然后再把这个素排骨 放入 把它炸到青黄色 本来是想做素排骨的 结果包太多的那个土豆泥了 像个鸡腿一样 看像不像个鸡腿 把这个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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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下味 然后放一勺豆干酱 现在把切好的蒜拌 还有青辣椒 等这个辣椒炒断绳以后 放入这个淀粉水 勾芡用的 最后把这个素排骨 放进去 把它搅拌 把每一个素排骨都挂上这个料子 就可以吃光 本来是想做素排骨的 结果包的太肥了 像个鸡腿 大家把它当做素鸡腿也可以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而且味道不错 少放辣椒的话 小孩子也是可以吃的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见 下期见